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首先 我们同样的敬礼传神主师 敬礼了名和尚 敬离 撒迦正空上师 敬离 十六世大宝华王喀玛法 敬离 徒登达吉上师 敬离 谭承三宝 还有今天的同修本尊 敬离 地藏王菩萨 敬离 各位上师 教授师 法师 讲师 助教 堂主 以及各位同盟 还有网络上的同盟 今天我们仪会的贵宾是 中华民国驻瑞典廖东州大使夫人 九弟师姐 生活中中委会会计师 特丽莎师姐 申请大家 广石地方 装晋药医师 林淑华医师 大家晚安 大家好 你好 大家好 那么今天晚上 同修地藏王菩萨本尊法 那么也加诵了 佛说父母恩众南报经 佛陀在这本经里面 已经提到了 父母的恩情是十分难报的 而十分难报的 那么如果父母在 那当然是最可喜 最可喜的 应该要想像这个佛陀所讲的 必须要赶快的去报复母恩 要很赶快的去报复母恩 这是一个我们念经啊 最主要就是学佛 佛陀所说的 就叫做圣原谅 圣人所讲的 他讲出来的话 那我们照着圣人所讲的话去做 那我们照着圣人所讲的话去做 对我们自己本身的这个 这个恩跟德 都能够一起成长 主要是听圣原谅 最重要的 这个同修以后呢 会有这个切蛋糕 大概是庆祝明天母亲节嘛 明天母亲节 事实上真的母亲的恩 跟父亲的恩 都同样的重 我们佛的弟子 都是要报父母亲的恩 报父亲的恩 报母亲的恩 不能够违逆 违逆就是逆子 逆兵法就是野猪 野猪 其实真的 你能够长这么大 是谁养你 不管怎么样 你能够长这么大 是谁让你长大 谁生你的 谁养你的 谁教育你 不管过去啊 像我被父母打得要命 打到这个木剑了 日本人的一种木剑 叫木剑 都打断了 我回头还要瞪他一眼 我跟他讲 我永远记住 你把我打得木剑都断了 但是现在呢 我们只要想 是谁用他自己本身辛苦赚来的薪水 把你抚养长大 是谁在教育你 啊 这个 你不成绩 是谁在教育 这个时候啊 以前小孩子所想的 都应该要平气 要把他平气掉 虽然 我有一段这个悲惨的童年 悲惨的童年 那个叫做什么 在台湾人有时候 孽童 好像从小是被孽童 被孽怠长大 但是你知道吗 这个虐待啊 也有一种鼓励的作用 也有刺激你的作用 让你能够独立 能够坚强 能够有恒心的去做每一件事情 一定要出人头地 这一种想念会产生出来 这也是有恩啊 虽然生长在暴力家庭 暴力家庭 我母亲教我的一句话 就是 教我一句日语 就是 当爸爸骑脚肉车 上班回来的时候 你要跟他讲 可是我爸爸回来的时候啊 是喝了酒回来的 然后脸红红的 他把脚道车一推 我们说那么 然后转身就跑 因为发觉情势不对 父亲那个满脸通红 要抓住我们每一个小孩 痛打一顿 你还弄这么欲击 这个爱 不过现在想起来 过去的都已经过去了 你的这个坚强的毅力 跟你的成长 是谁养你 还是父母养你 你能有坚强的毅力 还是打出来的 虽然被打得还小一点 个子那时候 比较没有钱 那个出生的时候 只是我是七个月出生 是早产 七个月出生早产 很难养 那 出生的时候 家里也没有钱 那时候刚好二次 第二次大战 World2 刚刚好 Finish 1945年 二战结束那一年 我出生了 我出生了 那吃的就是米啊 去磨成粉 去磨成粉 喝那个米汤 长大的 那时候没有牛奶 没有什么 所以个子稍微矮了一点 这个生哦 七个月生 那先天就不足 那后天呢 又没有办法让它正常的成长 所以切蛋糕的时候 有这些感触 那么切蛋糕完了以后 有签书会 签书会 这个签书会呢 就是说 我写的那一本 这个 血鬼那一本 已经到了 那么我也曾经讲过 在台湾的时候 也讲过 我是希望 人所一本 人所一本 你能够辨别 什么是正的 什么是邪的 什么是神 什么是鬼 什么是圣人 什么是四圣界 那这本书是经过 资量 资量 就是 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你得到的 这个量 叫做资量 资量 一种叫比量 是比较 逻辑 逻辑 推理 这个叫比量 接着就是圣言量 圣言量就是 所有佛跟菩萨 跟所有圣人 做出来的经 经跟论 经历论 论 就是后来的人 结起经典的精华 他自己本身写出来的论 佛教本身有三个经典 一个是经 就是释迦牟尼佛所讲的 一个是利 就是佛陀所规定的戒律 一个是论 就是后来的圣人 这个由经典所出来的那种著作 叫做论 经历论 就是三藏 签书会要签的书 就是叫做书名就叫邪鬼 邪鬼 那邪鬼的意思就是讲说 把这个 我们宗派里面 发生的这些 这个 现在等于是我们宗派里面 前宗派都在闹鬼 也等于我们宗派里面的人很多 那么全世界都有 就等于全世界在闹鬼 全世界现在正在闹鬼 所以你们看了这本书以后呢 就怎么知道 防疫自己 自己本身有防疫的这种能力 我觉得最重要的 你要观想师尊筑鼎 师尊筑鼎 然后你要念这个莲花童子的心咒 有光神净鼎 这也是产生 那种力量出来 另外呢 你要念这个大力金刚奏 Om Mahabharam Om Mahabharam Saha Om Mahabharam Om Pei 要念这个咒 请这个大力金刚做我们的护法 这也是非常重要 然后以大力金刚 或者五大金刚神 这个不动明王也可以 这个大威德金刚也可以 大幻化王金刚也可以 另外喜金刚 圣乐金刚 秘籍金刚 都可以 等于可以把这个门窗 全部安上金刚神 就可以结界 再不行呢 你用米衣收撒法 把你穿的很旧的衣服 内衣把它折起来 用一个米盘 这个米在这里 让它衣服放在上面 在坛城面前插上三支香 你要祷告 让我身上的丧全部除掉 那请你自己的本尊做主 这个香过了一半也可以 或者全部烧完也可以 烧完以后呢 把衣服拿起来 可以自己穿 把这个米 把这个米 煞已经收到这个米 米里面了 就倒在你家后面的 这个草地上 或者阳台上 让这个鸟来吃 那么三根香也把它丢掉 丢到后面 家后面 这样子叫做米衣收撒法 米衣收撒法 米衣收撒法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在你身上的撒 或者你阴 它会跟着出去 然后进入你的米跟衣服里面 进到米里面 你把米丢掉 就等于把煞给它除掉一样 那衣服可以自己穿 这等于是保护米这样子 那旧的衣服 越穿越旧了越好 因为已经有你的气在里面 这样子做 叫做米衣收撒法 我们小时候啊 这个小孩子收金也可以用的 生病的时候也可以用 这个卡因的时候也可以用 这是讲这个刚刚的 今天是5月13号 我们讲一下这个道果 我们讲一下这个道果 这个父赐更说明知差异 有所谓见即道 有所谓见即道 中气即道 知时即上师转世 不转世时等 他这个道果 他这个道果 前面所说的 都是很难解释的 顶久所谓一见时 修习闻思 抉择于世间道 以以接受之相 能觉一切时有为空 然其随后出定 则不能如笔而行 则不能如笔而行 虽等隐中 绝无八分 八法分别 而其随后则人 为其所转等等 这个是真的是很难解释的 这是讲见即道 就是讲说我们修习佛法 本来是有闻 听就是听 听佛法 思就是想 好像你今天听了 回气想 然后截则于世间道 在这个世间道 什么叫世间道 就是我们这个气世间 气世间 气物世间 气 就是有房子 有车子 这个 整个山河大地 就属于世间道 出世间道 就是离开山河大地 离开人间 离开房子 就是车子 车子 我们觉得这个世间朋友 世间道就是讲友的 但是事实上世间道到最后 也会转成空 也会转成空 一样会转成空 大家想一想 人生 人生啊 像世尊的人生 刚小的时候 觉得 什么是老 什么是病 什么是苦 苦当然有了 被打的时候很苦 这个暴力家庭 当然是很苦 但是呢 你觉得自己有 感觉到自己有 所以有一句话讲 人生如同抽起事的卫生纸 你去买一包卫生纸 抽起事的卫生纸 这样厚厚的 一大包 看起来很厚 但是你没想到放在那个 马桶旁边这样子 抽抽抽抽抽抽抽 没有多久 就没有 生命就是这个样子 生命如同打电话 不是你先挂就是我先挂 生命看起来很厚啊 卫生纸一叠那么厚 刚刚抽起的时候 觉得很厚啊 没有感觉到怎么 一下子 这包卫生纸已经没有了 要重新再买一包了 根本也很快的 看起来很厚 像我们看起来 这个 在左下坡的时候 五十几岁的时候啊 你就觉得 在上坡的时候不感觉到快 下坡的时候就感觉到很快 才六十几岁 六十六岁 姚思金母不是跟我讲吗 六十六岁回台湾吗 那我就回去半年再回来 回去半年回来 这样已经过了多少年了 七年了 那六十六加七等多少 啊 已经七十三了 七十三了 很快的七十三 你一眨眼 八十几了 你知道八十几会怎么样吗 上回提到的 七十岁就偶尔遗忘 不是偶尔喔 我是经常遗忘 这个忘掉 这个忘掉 一下子忘掉那个 一下子忘掉这个 都在忘 师母老师跟我讲 嗯 不是刚刚吃过饭吗 怎么又来 又来要吃饭 吃过也忘掉 七十岁会这样子 八十岁是怎么样子 走路就摇摇晃晃的 走路就会摇摇晃晃的 现在师母教我一个方法 她说你以后你穿你的内裤 或者是洗澡 或者是你在穿你的喇嘛裙 你记得一定要靠墙 靠着墙壁这样子穿 这洗澡完了 你要找一个墙壁靠着这样子穿 不然你稍微脚啊 脚一不小心去踏到 或者是去扭到或怎么样子 你就会倒 就会跌倒 我每一次 现在每一次去看Family doctor Family doctor都会问你一句话 你最近有没有跌倒 我说奇怪了 你为什么问我这句话 他就是在讲 你像你这样子的年纪是很容易跌倒 大概八十几岁更容易跌倒 老人家是不能够跌倒的 你要记住这些年轻人小孩子再怎么跌倒再怎么爬 他都没有关系 你年纪大了你一跌倒 有时候就会上命了 而且像我这一种年纪 在床上刚刚起床的时候 要赖床 他说要你老人家的时候 我们小孩子 我以前小的时候 一醒过来 马上一个礼仪打亭 脚一伸一弹 整个人就跳下床 叫那个叫礼仪打亭 是一种武功 一个礼仪打亭就可以跳下床 你现在年纪大了 你最好赖床 这样子等你的血液醒过来 这个脑袋清醒了 真正完全清醒了 这个时候你再慢慢下床 免得你脑部切羊 一下子你就创到墙壁去了 你就创墙了 就算半夜起来 你突然之间尿急起来 上一号 因为很暗嘛 一起床你就起来 脑筋还没有恢复正常的时候 就整个人颠颠颠颠 你不往哪边颠 他就拼命往那边颠 你就去创墙 年纪大了就知道了 我妈妈讲的 我说奇怪 这个动作怎么会那么慢 我们母亲常常讲 年纪大了你就知道 什么事情都要慢一点 不能够像年轻人这样子 这是属于世间道 这是属于世间道 世间 世间道 以节受之相 你听闻了佛法以后 会有感觉 会有节受 会出来 能觉一切实有为空 我们已经觉得 我们已经觉得 石有其实是空的 你住的房子 刚刚盖好是新屋 住过几年以后 就变成旧屋 就变成老屋 已经旧房子 你开的车子是新车 你开了几年以后 它就变成老车 人也是一样 你年轻的时候啊 你是刚刚结婚 是一对新人 现在 我跟师母是老夫老妻 对不对 老夫老妻了 有什么不知道的 师母常常讲 你屁股有几根毛我都知道 就是你的习性根本 他完全都知道的 师母的习性 当然我也完全知道啊 对不对 师母的习性 我也完全知道 老夫老妻了 一对新人 就会变成老夫老妻 所以我常常跟师母讲啊 哎呀 我们家里啊 应该多几个人 否则到时候 我照顾你来不及 你也照顾我 你也来不及 培养几个新人 进到我们家里面来 这个有时候可以 可以照顾了 觉得可靠老实可靠 那你不能老是怀疑师尊怎么样 其实是这样子啦 真的是为你好也为我好 对不对 他可以将来在家里面多几个人 可以帮助我们的 而且是老实可靠 又能够工作的 又能够服侍老人的 那多好 我是跟你讲啊 这是未已筹没 世间就是这个样子 人世间啊 你是想不到的 会发生什么事情 无常就在里面了 突然间发生什么事 你都来不及了 你看很多的 很多无常我们都看到了 很多无常 很多猝死的 很多无常 然后你会感觉 学了佛法以后 一切实有 世间倒是一切都是实有 但事实上是空 你看明吧 我常常举个例子 明 明位最高的 现在韩国那个 你的总统 胡锦惠 他不是明意最高吗 这个南韩的这个总统 他是最高的 突然之间 无常一道 事实上这个名位就是空的 你当那总统 也不过当那几年而已 一年多啊 是一年多吗 好像一年多 穿没多久了 我们说你穿到做总统啊 哇 这个总统相貌也不错啊 因为他经常整形美容 结果呢 你看 说不定会变成 变成囚犯 从最高的跌到最低的 就变成空了嘛 这个名位本来就是空嘛 你有什么名位 一个无常来你就变成空了 认为是实有的 其实是空 金钱也是一样的 金钱也是一样的 有时候赚了很多的钱 到时候一个猪 也就空了嘛 尤其是女生 尤其是女生 你看漂亮的时候 现在像老姑婆啊 老姑婆老是想要看 师尊的胸肌跟六块鸡啊 一天到晚这样子梦想 这叫梦想颠倒 我讲过啦 这个老姑婆如果不是老姑婆 她是十八岁的少母 我都会给她看 我都会给她看 凶肌六块鸡我都会给她看 可惜你是老姑婆啊 老姑婆我才不给你看呢 看了还浪费 你说是不是啊 不是啊 这个其实也空 也是空 为什么 你姿色最美的时候 当然是年轻的时候就是本钱 年轻人就是本钱 他的本钱就是很厚 年轻的时候 年轻的时候每一个都是静男美女 我相信你年轻的时候也是美女 只不过你资深美女 我们年轻的时候哪一个女生不漂亮的 每一个女生都漂亮的 年纪大了 他这个颜色光彩都退了 颜色啊 脸的颜色光彩都会退掉 都会退掉 而且会空掉 你不是 以前不是很美吗 但现在已经不一样了 也是空啊 也是空啊 也是空 你听到的佛法 你就知道 接受到一切时有为空 然其随后 也就是以后呢 你接受到了 也感受到了 这世间到的一切都是在无常变化之中 这里提到一个初定 我最近写的这一本书就是 两百六十一本 是定中之定 写定中之定 就是要教大家禅定的佛法 三个 戒定慧 是三无漏学 佛陀讲叫我们以戒为师 以戒力做我们自己的师父 那么以定作为我们的实修 就是说你一定要修定 一定要修禅定 一定要修禅定 因为你在禅定当中啊 你在定里面啊 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一个世界 不是属于世间的 不属于世间的 那最高的禅定呢 是我们有所谓的初禅 二禅 三禅 四禅 甚至我现在写的这本书 要谈到五禅 第五种禅定 那是没有时间跟空间的 大家刚刚看我这个入三昧地的时候啊 大家有看我入三昧地 我是我到底在哪里 那时候我不知道我在哪里 我甚至不知道我是坐在这个法座上面 我甚至于离开了寺庙 你们有没有这种接受 有没有这种接受 就是入三昧地 那你已经离开了 已经不再尿了 因为没有空间 也没有时间 这种接受有人有吗 有的棘手一下 没有 有 连夜上司 那么事实上 刚刚我坐在这里 我到底是在入定还是睡着 你们刚刚看我入三昧地的时候 有没有打瞌睡 好像头啊这样摇啊摇啊 有没有 刚刚有没有 没有啊 没有打瞌睡啊 那就是入定了 不是打瞌睡就是入定 我居然在定中看到我的妹妹 我看到我妹妹 那我妹妹在台湾啊 我在谈定里面啊 根本没有空间 也就是回到台湾去 我常常讲 人在西雅图 就会想念台湾 人在台湾 就会想念西雅图 所以我在这边打坐的时候啊 居然 回到台湾去看到我妹妹在做什么 这种状况会出来 这个就属于 实有为空啊 燃起随后 出定以后 则不能如彼而行啊 现在我出定了 我要看我妹妹 看不到 我在定中就可以看得到 我定中还看了很多人 我看到好几个人 所以这个不能说 虽等隐中 绝无八法分别 而其随后 则人为其所转等等 不能如彼而行 不能如彼而行 我出定了以后 就不能够看得到 在定中我可以看得到 出定我就看不到了 虽等隐中 绝无八法分别 而其随后则人为其所转等等 这是还是在解释啦 还是在解释 不能为你所看见的所转 世间到还是世间到 一切你看到的像虚空的 像到活活净土啊 你不能说出定以后 我还是在活活净土 因为你又回到这个世界 又是在现实的世界里面 然后我最近回来的时候 礼拜姚之金母 我看到姚之金母瘦了 我站在这里 我跟他们讲说 姚之金母怎么瘦了 他捡回还好看 他捡回还蛮好看 但事实上我眼睛一看 欸 姚之金母没有瘦啊 看他的像还是没有瘦啊 但是我在那边看 我就看到姚之金母瘦了 还有一天我特别在注意看他 哎 他还对着我笑呢 他说哎 好亲切 才回来一个礼拜 觉得很亲切 看了 他还对着我笑 我知道他在笑什么 我看他的神情有益 面落微笑 大概是遇到了 这个 遇到了某一个潮湿梦想的人吧 哈哈哈哈 这是现实社会啊 有 姚之金母也会笑 你当你心里欢喜的时候 看到姚之金母 他也会笑 你心里忧愁的时候 你看到姚之金母 他也是在忧愁 我觉得姚之金母 在这瘦了一定是今年啊 这个西雅图的冬天啊 一定是很寒冷 而且没有人带东西来给他吃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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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饿了很久 所以他没东西吃所以瘦了 你们雷藏士 有固定 给那个 固定 修法 然后供养吗 有啊 当然 会不会少一点啊 哈哈哈哈 怎么把姚式金母变瘦了 哈哈哈哈 我觉得好好玩 这个世间的事情 很多事情 把它看成空会比较好一点 你就不会去执着 佛法就是教你 其实所有的世间法 都是讲有 初世间法 全部都是讲空性 但事实上所有的世间法 虽然讲有 最后会转成空 还是空性 所以你知道了空性以后 你就不会执着 这个不执着啊 这一点很重要 不执着你的烦恼 就会没有 为什么你有烦恼 因为你执着 才有烦恼 你如果不执着 就不会有烦恼 你看你执着 你要赚多少钱 事实上没有达到 你就产生烦恼 你执着于家庭 就绝对有家庭的烦恼 你执着于爱情 你会为爱 而产生了很多的烦恼 你执着于你想升官 你绝对有升官的烦恼 你执着于你自己的身材 师尊身材 稍微矮一点 当然也会有烦恼 所以我穿的是灯云雪 灯云雪 灯云雪 灯云雪就会 就会高一点 就是因为你 你执着你的身材太矮小 你要穿灯云雪 就会长 不是长 真实还是矮 但是 你穿了灯云雪 就会高一点 就觉得说 哎呀 终于蛮正常的 这也是一种烦恼 那你美不美呢 也是一种烦恼 你每天起来 早上起来 走到镜子面前 一看镜子 你觉得 怎么搞得长得那么丑啊 自己心里 就影响到自己心里 也就烦恼 也就烦恼了 你说是不是 你就开始烦恼 你如果每天都 这个出来 看一下镜子 诶 哇 我脸泛红光 五官很清秀 绣滑飘飘 这个 哇 每一个人看到我都喜欢 你自己也产生欢喜 所以我这个人 也赞成大家去整形美容 至少你看啊 你自己欢喜啊 你看啊 你看啊 你自己欢喜啊 你欢喜的话 你就可以去 好像做什么事情 你都很轻松 很快乐 很愉快啊 你说是不是 这个也是很重要 也是很重要 那个 师孙在台湾 正生农医师 就是整形美容外科的医生 她把一个 一个 一个 一个觉得不好看的女生 把她整到非常好看的医生 非常好看的一个人 一个女生 一个漂亮的女生 把她整得很漂亮 那她到我家里来 那我就觉得她很漂亮 所以她来帮我 那时候打针 打这个营养针啊 打这个点滴啊 都是她来帮我 我一看啊 哇 这个富士好美 心没有怎么样啊 心是没有什么动摇 就是想 这个既然来跟我服务 我就想给她一点红包 这样 如果是丑的我才不给 啊 想给她一点红包啊 那个正生农说 不要给她红包 我说为什么 她是我的model 她拿她以前的相片给我看 我一看啊 哎呀 这不是我的妈妈 怎么整成这样子这么美呢 她自己看啊 也高兴啊 对不对 我们看了也高兴 所以 很多事情是很难讲 这个 好跟坏 非常难讲 总之我们有感觉 但事实上 都会转成空的 要这样子想 才不会有烦恼 如果 我能够有时间 或者有 有很多的钱 也有很多的时间 啊 不会 因为 因为我跟弟子都是在一起 他每天都很忙碌 写书 如果我很有闲 就是很有空 也有钱 我自己都想跑去 这个 那个 狗里亚 兽尔 想去那里住一段时间 回来呢 我就可以演电影 但是呢 身材怎么办呢 哎 这个是一个问题 对 对 这个 他们是讲说 可以接骨 可以把你增高 我现在医学那么发达 也可以把你增高 但事实上 想一想 这个 七十三了 算了吧 哈哈哈哈 因为等你做好的时候 差不多钉钉了 哈哈 这个初定以后 则不能如笔而行 虽等隐中 绝无八法分别 而随后 则仍为其手转等等 也就是说 我们不能 为这个世间的 财 色 名 十岁 被他转 而是要跟着圣元亮一样的 一切 转头空 一切到最后 都会变成空性 那因为你知道空性 都会没有 你就不会有很多的烦恼 烦恼要弃除 才能够成佛 烦恼是一种障碍 你要弃除所有的烦恼 你才能够有成就 才能够成佛的 今天就讲到这里 Om mani boni hom 都行 可以